孙子兵法第三十四季 苦肉计 人们都不愿意伤害自己 如果说被别人伤害 这肯定是真的 己方如果以假当真 敌方肯定深信不疑 这样才能使苦肉之计得以成功 间谍就是利用敌方的矛盾进行挑拨 使敌人互相猜疑 反间谍就是利用敌人离间我的阴谋 将计就计 苦肉计 就是假装自己内部有矛盾 以便打入敌方内部进行活动 凡是派遣与己方有矛盾的人去迷惑敌人 无论是作为内影 还是约定共同协作 都属于苦肉计一类的谋略 此计其实是一种特殊做法的离间计 运用此计 自害是真 他害是假 以真乱假 己方要造成内部矛盾激化的假象 再派人装作受到迫害 借机钻到敌人心脏中 去进行间谍活动 周瑜打黄盖 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这已是近人皆知的故事了 两人事先商量好了 假戏真做 自家人打自家人 骗过曹操 炸祥成功 火烧了曹操83万兵马 谢谢您的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